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葬礼上一定要注意相关禁忌 不然很容易遇到倒霉的事情 一 不能穿这种衣服 所谓服饰包括服装 装束与装饰 服装是指材质 颜色 做工 款式和套饰 装束是指特定个人的服装穿着与搭配 装饰是指修饰 事物 饰品和罪品等 必须清楚 服饰属于礼仪的范围 礼仪是法的本源 礼通过秩序与规范 来实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与法律是一样的目的 礼的形式是仪 礼是内在规则要求 仪是外在形式表现 合起来称为礼仪 礼仪讲究尊卑 贵贱 亲书 长幼 强调位置 位赐 位分 以此形成确定性的规矩和规制 自古以来 服饰都与人的特定身份相关 所以任何一种礼仪形式 一个人的穿着与打扮都是十分重要的 比如在葬礼上也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穿错了 很容易沾染到阴气 影响一家人的运势 我们具体来看 第一 关于材质与颜色 丧氏服饰穿着没有材质要求 棉麻 丝绸 化纤制品都行 但有颜色要求 其一 禁止穿红色衣服 参加葬礼 多数要穿黑色或者灰色 比较暗沉一点的颜色 以示庄重和严肃 千万不能够穿红色的衣服 红色代表喜庆 会给人一种不尊重过去的人的感觉 而且穿红色的衣服参加葬礼 会招来不利的磁场 容易发生各种倒霉的事情 得不偿失 其二 禁止穿黄色衣服 黄色衣服比较活泼明亮 看起来轻松愉快 而参加葬礼是非常沉重的 很不适合穿 即使外面穿了黑色或者灰色的衣服 里面的衣服也尽量不要是黄色的 否则也会容易招来各种灾祸 而且很容易生病 对于健康运不利 一定要禁止穿 其三 禁止穿花色衣服 花色衣服过于鲜艳招摇 在参加葬礼的时候是不能够穿的 无论是中式葬礼还是西式葬礼 花色衣服都会被列为禁忌颜色 穿花色衣服参加葬礼 还容易招来各种是非 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发生口角纷争 工作或者生活当中纠纷矛盾不断 难以解决 参加葬礼要注意穿着打扮 宜穿黑色或者灰色的衣服 衣服款式不要过于花俏 以简单大方为主 此外还要禁止穿运动服 休闲服等 这也是对过去的人不尊重的表现 第二 关于款式与套式 款式是指服装的饰样 套式是指服装的整体组合 在桑式活动中 参与桑式的人员一般因着正装 即比较正式规范庄重的套装 如中山装 西装 休闲装等都行 不得裸露肢体 男不穿背心 短裤 女不穿坎肩和裙 一般情况下 桑式可穿外套 但最好不要穿风衣 披肩 长袍 大褂等 鞋帽方面 可穿布鞋 皮鞋 运动鞋 绵鞋 凉鞋 但不得穿拖鞋或破损的鞋 桑式可以戴帽子 但行礼时必须脱帽 第三 关于装束与打扮 桑式活动中 参与桑式的人员 穿着打扮应该得体 应当符合桑式庄严 肃穆 哀静的气氛 所谓得体 即衣服要合身 整齐 整洁 衣服不能缺钮扣 有钮扣的应当扣整齐 衣服可以有补丁 但不能有洞或破损 不能有脏垢或污尘 整体状态不能显得拉里邋遢 不修蝙蝠等 衣服可以有新旧 但不能敞怀 桑式活动中 参与桑式的人员在整齐衣着仪表上 上衣不得向下塞裤腰 下衣不得向上背吊带 上衣不得挽袖 下衣不得挽裤腿 也不能将挂金从底部系在一起半裤 除桑服扎带之外 正常的穿戴服饰不束腰 即不用皮带或其他材质腰带 把腰扎起来 第四 关于装饰与修饰 桑式活动中 参与桑式的人员 特别是主家女眷 最好不化妆 一定要化妆的要化淡妆 切记不应化浓妆 男不带事物 如扇、坠、香囊、流苏等 女不带首饰 特别是耳环、项链、手镯等坠物 一是显得轻慢 二是容易丢 还有 参加桑式活动的人员 特别是主家人员 最好也不要戴围巾 可以戴纱金 但一定要注意颜色的协调 最好系在脖子里 不要随风飘摆 二 其他的一些禁忌 除了不能穿错衣服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禁忌 也是要注意的 其一 台棺材的人不能是直系亲属 对于这一点 解释是这样的 因为直系亲属 是需要在棺材旁扶林 或者棺材前带路 以及枯桑的 在有些农村 直系亲属 还需要随着台棺的途中 需要在多少步之后 要下跪的 反复进行 直到墓地 其二 台棺的途中 棺材不能落地 台棺是个非常辛苦的苦力活 先不说棺木的沉重 光台区的路上 就已经足以令台棺的人 苟延残喘了 如果是碰上崎岖的山路 想不休息 就直接抬到墓地 估计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办 毕竟这棺材不能放在地上 放地上是不吉利的 也是禁止的 其三 台棺禁忌 既说重 台棺禁忌既说重 农村都有着台棺的传统 我的父亲就被邀请过去 抬过几次棺材 说重是非常忌讳的 不小心说出口 很可能会生变故 灵鹫变得重于千斤 更加抬不动 或者棺木坠落 造成大祸 记得有一次 父亲抬棺回来 腰部被拉伤了 全程也没说一个字 有的时候 事情真的就这么诡异 其四 继守丧期间 剪发剃胡须 继守丧期间 剪发剃胡须 根据民间的习俗 在家有丧事期间 其亲人不能剪发 及剃胡须 一般人认为 这是为了表示 极度哀伤悲痛 以至于无法顾及 修饰蝙蝠 而其另外的用意 则是为了辟邪 以不修蝙蝠的模样 使自己跟平常 看起来不一样 让亡灵鬼认不出来 以免受到轻扰 其五 别让自己的泪水 滴到亡者的身上 别让自己的泪水 滴到亡者的身上 亡者因此不愿离去 魂无法升天 而滞留在丧宅之中 严重的甚至会因为 执念太深 而不得转世重生 其六 抬棺材的人 必须是已婚 对于这一点 据说是未婚的男子 阳气太重了 容易把亡者的阴气 给压制住 故抬棺的人 必须是已婚的人 祖宗所遗传下来的风俗 也不无道理 其七 既代孝者观看建庙 丧嫁 或接触产妇及婴儿 应一般人认为 代孝者身上 带有不祥之气 所以 凡是与神事 及喜庆有关的场合 如建庙 安造 或是婚礼 喜宴 都应避免参加 其八 参加丧礼的人员中 一定要注意 与亡者生肖相克的 需要回避 五行相克的 同样要回避 孕妇也要回避 这些属性相冲者 会给亡者和生者 带来不好的事情 孕妇则会因为 带孝者身上的凶器感染 容易给婴儿 带去不好的影响 总之 去参加丧葬之时 这些禁忌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穿错衣服 或者是说错话 会给自己招来一些 不好的能量 影响自身 严重的会导致 生活上不顺利 因此 还是需要多注意 相关风俗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 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 点个赞 或者留言 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 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